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美国和欧洲联手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和伊朗的恐怖主义支持 并提议解冻俄罗斯资产来帮助乌克兰 他希望在意大利举行的G7会议上推动这一计划 这将涉及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 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香港官吏法 但欧盟则采取了更保守的方案 将资产放入乌克兰援助基金 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表示 他将寻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领袖的逮捕令 指控他们在加沙战争期间犯下战争罪行 这些逮捕令还需要经过预审法官小组的审查 但国际刑事法院缺乏执行这些逮捕令的手段 而以色列和美国也反对这项调查 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 采取了比前任更强硬的立场 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威胁 他强调台湾的主权 并表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北京对此表示谴责 称赖清德的言论释放了危险信号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周二将呼吁欧美共同应对俄罗斯的侵略 和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包括减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 以帮助乌克兰 在他预定的演讲中 耶伦强调美欧对乌克兰的支持 对其抵抗俄罗斯入侵至关重要 并且对美欧人民的安全也至关重要 他指出 独裁者若无视国际规则 他们G将不会止步于初始目标 必须展示俄罗斯无法持续挑战规则基础的秩序 耶伦强调 需打击俄罗斯避制裁行为 并为乌克兰提供资金以装备其军队 资助政府服务 最终在冲突结束后重建 他还提到 解冻俄罗斯主权资产的价值对乌克兰至关重要 这将成为本周GC会议的重要议题 耶伦还提到 美欧在对伊朗的制裁上行动果断 并共同致力于向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 提供人道援助 Guardian报道 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 卡里姆汉宣布 他将申请对以色列总理 本尼亚明·内塔尼亚胡 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 以及哈马斯领导人 耶海亚·辛瓦尔 穆罕默德·迪夫 和伊斯梅尔·哈尼耶 发出逮捕令 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 被指控在加沙战争中 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手段 有意针对平民进行攻击等罪行 而哈马斯领导人 则因10月7号 对以色列南部的攻击 被指控犯有灭绝人类罪 战争罪和其他反人类罪行 这些逮捕令的申请 将交由ICC的一个 预审法官小组决定 该小组由来自罗马尼亚 贝宁和墨西哥的法官组成 尽管ICC没有自己警察部队 来执行逮捕令 但这些逮捕令将 Yan Gehr从限制被指控者的旅行选择 ICC的124个成员国 有义务逮捕他们 甚至非成员国也会面临逮捕的压力 The Globe and Mail进一步报道 ICC检察官卡里姆汉 在声明中表示 他有合理的理由相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 以及哈马斯领导人耶海亚·辛瓦尔 穆罕默德·迪夫和伊斯梅尔·哈尼耶 都对涉嫌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有刑事责任 这些指控涉及战争期间对平民的饥饿 造成巨大痛苦和故意杀害等罪行 哈马斯领导人则面临灭绝人类罪 劫持人质 酷刑 强奸和其他性暴力罪行的指控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对这些指控表示强烈反对 以色列战争内阁部长本尼干词称 这是对正义的深度扭曲 而哈马斯高级官员萨米·阿布祖赫里则认为 这是在将受害者与刑刑者等同 ICC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战争罪 法庭 其成员国有义务立即以逮捕在其领土上的被通缉人员 但法院没有执行逮捕令的手段 南华早报报道 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在周一的就职演说中 发表了比前任蔡英文更为强硬的言论 这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应 赖清德明确表示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并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威胁 并与台湾共同维护台海及更大区域的和平稳定 北京对此回应强烈 称赖的言论是分野烈主义的错误 并试图依赖外部势力谋求独立 尽管如此 赖人表示将努力维持台海现状 并呼吁恢复旅游和学生交流 赖的就职演说也强调了 台湾在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安全中的重要性 并希望能够争取国际支持 半岛电视台报道 印度在周一进行了第五阶段的大选投票 这次选举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选举 仅9.7亿选民有资格投票 这次选举的焦点之一是干地家族的选区 拉乎尔干地和他的母亲索尼亚干地 都在这次选举中参选 拉乎尔干地除了在北方邦的雷巴雷利选区竞选外 还在喀拉拉邦的瓦亚纳德选区参选 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州 选举结果对全国政治格局有着重要影响 选民们在烈日下排队投票 反映了选举的重要性和紧张气氛 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莫迪政府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 但选民更关注失业、通胀和安全问题 外交家杂志报道 台湾新总统莱清德在就职演说中 重申了维持现状的立场 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并希望中国能够接受中华民国的存在 莱强调台湾将继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 无论是在防御合作 对抗假信息 还是加入国际贸易协定方面 莱的就职典礼还展示了台湾的文化多样性 和现代军事力量 意在重塑军队形象 并呼吁全国团结应对挑战 莱还提到了一些国内政策 包括地震后的重建 劳动保险系统的稳定 以及能源转型等 尽管莱呼吁政治团结 但她也提到立法机构内部的争议 特别是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 试图通过授予立法者检查权的法律变更 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冲突和抗议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立法会议员呼吁政府加强探索中国内地发展机遇 并批评香港超级联系人角色的宣传 已经成为陈词烂调 立法会议员在周一的立法会限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政府在加强与内地的区域合作方面 采取了被动态度 唯一的非建制派议员迪志源批评政府多说少做 认为应该更加主动探索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 而不是坐等卫视 议员邓飞补充说 香港政府在内地的贸易办事处 在与跨境工作的香港人联系方面表现松散 议员谭耀恒建议在西北地区设立新的办事处 以便更好的拓展机会 限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民强调 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的优势 能够帮助内地上市与外界联系 并补充说 香港拥有理解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人才 以及低税率的吸引力 南华早报报道 伊朗总统莱西的去世 对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不会有重大影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国将继续提供必要的支持 深化两国的伙伴关系 外交观察家认为 莱西的去世可能会引发伊朗内部的权力斗争 但不会影响中医之间的双边关系 上海国际研究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洪达指出 伊朗的总统在国家政策的执行上权力有限 真正的权力在最高领袖手中 专家认为伊朗的外交政策重点仍将集中在俄罗斯 中国全球南方和其在中东的非国家盟友 尽管莱西的去世可能会引发伊朗内部的政治变动 但对于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不会有显著改变 专家还指出伊朗在过去45年来表现出极大的韧性 能够应对多次重大冲击而不崩溃 南华早报报道 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和天猫集团 与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合作 吸引中国短视频平台的用户 以迎接中国年度中期购物节 阿里巴巴最近与抖音合作 帮助淘宝和天猫平台上的商家 从短视频应用的用户中获取客户 这项名为新立方计划的合作 旨在实现抖音营销、淘宝交易 商家可以在抖音上发布广告 并监控用户在观看广告后 如何被引导到淘宝和天猫商店浏览和购物 这标志着阿里巴巴为吸引其他平台的客户 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中的最新举措 该公司已经与超过200个在线平台 达成了类似的合作 包括腾讯的微信短视频分享平台Channels 淘宝和天猫集团还宣布了一系列措施 鼓励消费者和商家参与618购物节 包括分配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的快速结算计划 提供物流补贴和运输保险交易 并向所有商家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工具 消费者方面 该单位将发放超过100亿元的优惠券 并升级价格保证功能 618购物节将于6月18日之前展开 各大电商平台将通过大幅折扣 现金补贴和丰富的营销活动竞争购物者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游戏监管机构在5月批准96款新游戏 这些游戏不包括行业领导者腾讯和网易的作品 尽管如此 至少有4款游戏得到了腾讯的投资 包括世纪游戏的冰原新火 和巫师游戏的特训精英 其他主要公司也有新作推出 如香港上市的祖龙娱乐的塔房新 和由原神运营商米哈游支持的上海魔剑网络科技公司的人静 尽管最新批准的游戏数量少于前三个月 但监管机构正在加快批准速度 以恢复行业信心 今年前五个月共批准了524款新游戏 而去年全年为1075款 值得注意的是 暴雪娱乐在4月与老伙伴网易重新合作 这将使魔兽世界 The Soamang Senfeng和卢士传说 在中国大陆重新上将 美联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承诺 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因为基辅面临俄罗斯的重新攻势 奥斯汀与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 多达50位国防领导人会面 协调更多军事援助 尽管美国在周一 没有宣布新的援助计划 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 已经预先部署在欧洲的武器 在援助资金批准后 立即开始向乌克兰运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签署了两项法律 允许囚犯加入军队 并将逃避征兵的罚款增加5倍 以增加前线部队人数 自拜登总统签署 950亿美元的外国援助计划以来 美国已经从五角大楼库存中 抽掉了14亿美元的武器 并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 提供了60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长期合同 南华早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贸易关税问题上 试图超越前总统特朗普 这是他任期内的一大失误 特朗普在2017-2021年期间的关税政策只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价格 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中美贸易动态 拜登最近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 使之前的关税翻了4倍 还对太阳能电池 高级级电池 建筑起重机和医疗设备等征收关税 这些措施只会增加美国家庭的成本 并对全球供应链施加更大压力 拜登应该专注于加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 而不是回到1980年代的贸易政策 拜登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是个好例子 该政策投入近3000亿美元 以加强国内半导体生产能力 故立创新提高生产力并促进研发 拜登应该致力于为未来的全球经济做好准备 而不是依赖过时的关税政策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e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中间的状况